肺癌现在是国人十大癌症死因之首 每年新增人数1.7万人 死亡1万多人 据了解致癌因子有吸烟、空污、家族死等 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调查证实 持续30年暴露于PM2.5空污 罹患肺腺癌风险 高出每天吸烟超过一包的人1.044倍 证实空污环境与肺腺癌脱离不了关系 国际间要证实空污对肺腺癌的影响 困难要突破的一个研究点 到底空污要吸多久以后才会产生肺腺癌 我们就用1997年到2020年 台湾的24万多的癌症的病患 然后看他们在发生肺癌之前 30年的空污的曝露 就是说这些空污引起的肺腺癌 跟抽烟引起的肺腺癌 两者之间的发生率的比较 研究发现癌有居住地区30年来 PM2.5浓度平均值 若增加罹患肺腺癌几率也会提高 从台中以来 因为工业发电厂 特别是燃煤发电厂 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所以空污就不好 那再加上都市的交流污染 空污跟肺癌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从111年开始 肺癌就已经击败了残年多年的大肠癌 今年来因为空气污染中所产生的PM2.5 然后容易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 然后造成一个堆积 然后形成一个致癌的物质 根据台湾癌症协会研究调查指出 导致肺癌原因包括烟害像是二手烟三手烟 烹调油烟中含有不少危害物质 空污像是室内室外的细悬浮为例 可深入肺泡 引发呼吸道疾病与肺癌的风险 职业空污长期暴露于化学物质当中 其中又以空污影响最深 危害最大 近年来虽然这个吸烟的人口下降了 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癌症登记年报 可以看到肺癌的发生人数 还是居高不下 那当然因为吸烟还有其他的危险因子 肺癌还有其他的危险因子 例如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AHRR放箱厅受体抑制子基因 是身体用来应对环境致癌物的 一个调控基因 当我们接触到致癌物质时 这个基因会透过低钾计划来启动表现 但当AHRR放箱厅受体抑制子基因 长时间被启动时 就会增加罹患肺癌的机会 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 空气污染也会引发类似的基因变化 特别是台湾中南部空气污染 严重的地区 居民体内的AHRR基因的表现明显变多 这可能和当地较高的肺癌发生率 有直接关系 研究发现 抽烟会导致AHRR基因的低钾计划 这种变化 甚至在癌症形成前 就可以被观察到 因此这个基因变化 是一个重要的健康指标 根据国舰署的统计 其实是在中部地区 是全台湾空气最差的地方 我们也在肺癌的发生率上 有看到同样的趋势 其实在中部地区肺癌的发生率 会比北部及南部较高 我们认为这个跟空气污染 还是有蛮相对的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与部吸烟者相比 吸烟者的AHRR基因变化更大 这说明抽烟对健康的伤害 比空气污染更严重 但即便如此 空气污染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 而且我们24小时 都在呼吸这些污染空气 因此改善空气品质 是保护健康的关键 公卫学者与医师提醒 空气污染与肺癌发生率有关 其实与心血管疾病 和小儿过敏等 很多其他疾患也都有关系 因此政府与各界 必须重视全台各县市 空气污染问题 保护民众健康 是非常重要公卫议题 TVBS新闻 陈如环 庄祁元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